拆电影学说故事,我是薛莉莉 上周拆了玩家马布斯博士 介绍了故事背景及精彩的开场 接下来这两场分别用了隐藏动作的手法 不让你看太多 但你的想象力绝对比电影还丰富 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电影中后段马布斯博士看上了有钱的伯爵夫人 马布斯说出了他的信念 他刻意靠近他的老公Todd伯爵 他催眠操纵伯爵 在赌局中作弊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伯爵瞬间失去贵族圈的信任 伯爵夫人当场阴倒 二马布施趁乱将人流走 伯爵失忆以为老婆也离他而去 便来找检察官Wank寻求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倒转再看一次这场戏 这场的重点是伯爵与Wank的谈话 所以没有花时间在镜头跟着Wank出去接伯爵进门 而是停在办公室等两人进入画面 但这镜子的镜头不是死的 第一,Wank匆忙关上窗出门 窗户很自然地被窗外的风雨再次吹开 第二,Wank从画面出去后没多久 外面的大厅灯亮了 也让我们的关注力都放在办公室外的事 虽然看不到Wank接伯爵 但我们都能想象到伯爵踏进大门的模样 第三,两人进到办公室后 Wank很自然地冲去关上窗户 再帮伯爵脱下被雨淋湿的大衣 若这段是跟进跟出的派Wank和伯爵 反而很普通与无趣 而且前后的镜头已经很丰富了 这段的镜子画面让镜头节奏停下来 但又让观众参与想象 接着伯爵说着他的经历 Wank虽然最近也在处理几件诈气案 但不宜有他 便借应伯爵找心理医生聊聊 接着一切都在马布斯的计划中 他以医生的建议要求伯爵 在接受治疗的期间 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而这做法 使得伯爵每天活在自己的梦眼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隔天马布斯来找伯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伯爵更加忧郁绝望 最后马布斯的一句话直接要了他的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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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